大家好,我是麦子圆,有点犀利,有点帅的Black 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怎么设计博客系统中评论模块的数据表 然后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咱们去开发评论模块 第一步我们先打开博客系统的页面 打开以后我们看到了这就是博客系统的首页 细心的同学已经发现了这个首页跟前几期的首页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就是首页的静态数据已经变成动态的数据了 这些数据是哪来的,这数据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开发发帖模块的那些测试的数据 写的一些测试数据,这些数据已经展现在首页里了 我们讲评论模块之前先要讲一讲这个首页的这个列表是怎么做的 大概讲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做评论系统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这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看这功能是怎么实现的第一步是干什么 第一步是找到这个功能的Action的那个PP 是吧同学们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Action,IndexAction 同学们好奇啊,老师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这个Action 这是空的啊 这个老师肯定讲过在前几期 可能在最初这几期的,忘了具体是哪一期了,讲过这个Action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没有Action它会到Index里来 在这里,如果这个Action为空 那么我们还就默认指向Index,是不是 好的,这个一段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接着往看里面的逻辑 这里面的逻辑跟普通的Action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然后我们接着顺着找到它,调的是哪个model 是IndexModel 这个IndexModel里面逻辑就有一些多了 我们首先看它的checkParis 这里面只检测了一个page的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如果它为空的时候它就是1 如果不为空的时候它就是他自己 这是在干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说为了分页做准备的一个参数 好的,那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就看这个perform 这个perform里面呢,它拥有一个到blog 然后到blog里面掉了一个getbloglist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是干的什么事 这个方法就是这个getbloglist 我们看看这方法里面怎么写的 这个方法就是取帖子的倒序排序 所有帖子的倒序排序 就是说没有删除的死有帖子的倒序排序 取出来以后呢,我们接着看model怎么写的 取出来以后,这里做一个分页 这个分页老师专门讲了一期啊 同学们,不应该不明白了吧 可以自己再去,如果这里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再去看一下当时那一期的内容 好,这里我也不再多讲了 接着往下看 这里进行了一个判断 然后呢,这里做了一个数字的阶段 这个数字的阶段是为了分页做每一页的内容 这个地方也可以用数据库的limit 那个字段去做 老师也比较建议这样去做 因为我们现在数据不是很多 这样去做阶段问题也不大 但是如果以后数据非常多的时候 建议同学们拿数据库做分页 好,那么这个做完阶段以后呢 我们做format list 就是整理这个列表 同学们说我们把format list 放到这下面来行不行啊 放到这个地方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呢,我老师建议你放到这里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技巧的 这个list刚读出来的是一个全量 是不是啊,在这里的时候 在这里的时候list是全量 对吧 然后呢,走到这里以后 list被截断了 它最大的量是多少条 是十条 是吧 那么format在这里只需要整理十条的数据 也就是循环只需要循环十次 如果放到这里呢 放到这里以后就不一定是十次啊 全量到底有多少条循环多少条 但是我们又用不到,是吧 剩下的数据我们用不到 所以呢,我们最好把它放到这里 就是在开发的过程中啊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这些细节决定了你程序的一些 平静在哪里 性能高的优不优 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处理数据尽量只处理我们需要的内容 多的东西我们不做任何的处理 循环尽量减少循环的次数 好吧 这个同学问怎么去优化程序啊 那我们可以以后再讲 但是老师现在这嘴先给同学们提一下 同学们可以记住 好的 我们看一下formata list这个函数里面到底干的什么 这里就是取出来一些的信息 是吧,取出来它基本信息 我们把信息取完以后呢 我们把它返回到action层里 就返回到这里了 这action层就展现 这时候展现index.tpl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看起来其实非常简单的 确实也没有什么内容 这里呢就是对一个列表进行的循环 然后呢 这里就是对分页进行的循环 好的 那么同学们 这就是做评论模块的前期的一个准备 为什么要这么准备呢 我给同学们来演示一下 这时候我登录 我还没有进行登录 我们先登录一下 我登录一个black的账号 好的 这是black发的对不对 我是black 这个是谁发的 这个是dnn发的 这是老师新注册的一个账号 同学们也可以多注册几个账号 这样的话才能把评论模块用起来 我们点击这个 自然就发现这里并没有评论 但是这可以编辑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们当时在做博客详情页的时候设计的逻辑 自己的博客可以被编辑 但不能被评论 是吧 上面这个dnn的博文 这是另外一个用户发表的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效果 这个博文呢 他发现没有编辑那个链接的 是不是啊 就是别人的博文不能被编辑 但是可以被评论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要需要在首页做一个这样的列表 把所有用户的博文拿出来 来进行的一个浏览 就是说正规的博客网站 它也是这样子 它会把一些博客取出来放在首页 然后点击才方便去浏览 是吧 这样的话其实就实现了最简单的一个多用户的交互的一个过程 同学们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我们就现在拿这条博文来做评论模块的开发 我们点进去看到这是这条博文的详情 我们先看看这条这个博文的model里面有没有对它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啊 为了知识评论 我们是不是加了新的逻辑在里头 我们点开啊 这个时候我们找到它的blockinfo这个model 这里呢 跟以前只加了一个islogin这个字段 用这个字段来支撑评论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系统是什么 这个islogin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如果用户登录了 islogin等于1 如果没有登录等于0 那么这个字段到底用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lockinfo.tpl 我们看这个info.tpl 进去以后我们发现在这里有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博文不是自己的 而且已经登录了 这个时候我才允许你提交 或者说允许你评论 好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这个提交的这个评论框里 它是往哪里提交啊 这个评论是往哪里 现在submitcomment 是吧 port从啊提交 提交的参数有什么呢 有comment 评论内容 input啊 这个heiden 是隐藏的一个参数 也进行提交 这是吧 提交的是block的id 然后呢 这里啊 老师说一嘴啊 老师这里漏写了什么 或者说是什么没写 朋友们想一想 这老师没有写的是 评论的 什么 评论的验证是吧 就是说 我们这里没有做任何GS验证 就是也可以说是前端验证 就进行提交 这里科学吗 其实这里是不科学的啊 同学们 我们最好把前端验证做了啊 前端验证做了就百分百安全吗 不对 也不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但是他最起码能挡住一些 小白用户的一些失误的操作 好的同学们老师这里没有写 也不代表这个系统不需要啊 这个老师已经写过很多遍 这个验证怎么去写啊 同学们自己去写一下啊 老师在这里就不再提这个验证了 我们接着讲评论模块 好我们找到这个submit comment action 我们找到这个action 这个action呢 干了一件什么事啊 就掉了一个submit的comment model 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model 这个model 这个model 先看checkupparas吧 然后这里面只做了一个检测啊 就是如果comment没空的话 我们抛一个异常 但是我们在那个页面啊 在这个页面也没有抓异常 在这个页面也没有对异常进行处理 是吧 但是它的异常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它就把code改成1啊 这个时候它是等于0的时候 它是就成功 我们认为它是成功的跳转到 这个详情页 如果等于1的时候就进行不跳转 这时候是个白页 同学们可以自己在这里写个else啊 然后对这个错误异常进行处理 或者不写else也行 进行处理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里呢就是说 把评论插进数据库的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跟以前插数据库的操作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是不是同学们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走一下这个提交评论的流程 我们来写一个评论 这是我第一次 好好的写一条评论 我们提交一下 我们提交完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去看看数据库 它到底有没有进行插入成功 这后发现 诶是成功了是不是啊 我这条评论放在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 怎么把评论正常的显示出来 这一显示的评论现在都是静态的 是不正确的 我们把它改为动态的 好我们先找到 block info这个model 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我们把 到commit引进来 我们要把这个commit引进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要用里面的哪个方法 我们要用这个 get comment by block id 我要取一个block的所有评论 我们现在在这里把它取出来 先nub到commit 我们把block info你的id传进去 这个id就是block的id 这个id就是block的id 好的 我们这个时候就把commit取出来了 我们打印一下 看看是否取出成功 block info block info 第十行有错误 我们看一下第十行是什么错误 这里少了个封号 我们把封号补上 补好封号以后 我们刷新下页面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好没有问题了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打印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刚才插入的那些评论 好的 我们把评论返回给action 然后展现在页面上 这个时候我们来做返回 这时候就返回给action action 我们看一下action block info action 这里直接把它result 付给了info tpl 我们直接在info tpl用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把不用的数据全部删掉 只留一个有用的 我们要循环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页面 然后呢 如果 commit不为空 我们再进去循环 这里写一个 这样写吧 这个是一个smarty的函数 如果command不为空 我们进行一下循环 把它放进来 称了一些for each atim 等于atim from 然后 等于data 点command 然后k等于k 我们循环输出这个div 这里 朋友们看到这里可能会发现有个问题啊 我们很多数据还没有 没有 没有怎么办啊 我们等会去做处理 我们先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里显示是什么样 现在 这里的显示还是有问题啊 好 我们来看看什么问题 好 这里的data写错 这里不应该写data 应该写item 这也一样 我们刷新一下 好 这里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啊 但是这个样子看起来是很奇怪 都是DNN 我们还没有把这些数据做整理 我们再做一下整理 我们找到它的model 好 这里加一个方法 format comment 然后return comment 这个地方写的还有点问题画面 改一下 format 好 我们现在在这里 用comment 对 this 到 format comment 调这个 同学们说 老师你啥也没写 直接return了 对 老师确实啥也没写 这里面呢 剩下的内容 同学们自己去补齐啊 自己去写 这很简单 自己去写 然后呢 现在再留一个作业 作业就是说 把这个format comment 这个里面补齐 然后呢 再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说怎么让一篇博文 不能让别人评论 别人只能看 不能评论 同学们把这个功能开发一下 好的 那我们评论模块 就讲到这里了 同学们下节课我们再见